大家好,我是陸榮 我今天試了9號的200P 然後再試了9號的300P,試了兩部電單車 出來講了今天的感受 200P的感覺油門控制會比較敏感 比較難控制 我已經是一模和二模都感覺難制 所以我控制的敏感度比較難 沒有300P那麼油和 300P的感覺像一輛電油車的感覺 駕駛上去,300P的大屏幕和功能比200P更多 屏幕看上去也不同 操控大致上一樣,是油門的感覺最大分別 300P的起步很柔和,很有電油車的感覺 很容易操控,一加速就很大力 其實也很大力,但線性較少 另一至60,這段距離 同一部TMAX 530分別不大 真的不大,加速能力 體驗的速度 你怎樣升級? Mike,我是E200P的車主 今天到這裏試一試,看看甚麼分別 還差很遠的,尤其是起步 剛剛未試鎮,未在Highway試過 應該都威力無窮,值得一試 避震跟200B有些距離,舒服很多 行程有上下,車架都很實正 有興趣嗎? 有,當然有 我叫Joe,平時沙田、東沖兩邊走 一天大約行60左右 電車給我的感覺,跟以往的油車都相差很遠 因為以往我都是駕棍波車 它的加速感,基本上不需要以往的車等 行車的穩定度也很高 因為可能電池在底部,也不會飄 因為暫時未試到很高速,或是在Highway走 到時有機會試到,可能會有更好的體驗 我們現在手上駕駛這一輛E300P 駕駛方式有幾款 包括了現在手上一張好像八大通卡一樣 直接拍卡駕駛的 我先駕駛了 有這張卡,有一個鎖匙扣 另外可以用手機apps按鈕駕駛駛 又或者你手機連接了一輛車,然後走到車上 就這樣按鈕駕駛駛到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設密碼駕駛 我現在先駕駛駛駛駛 你拍就會拍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駕駛駛 第二輛這裡 駕駛駛之後 我們這輛車就有五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是F 即激烈模式 在右邊灰色這個按鈕 可以一邊調模式一邊行車 最高級是激烈模式 第二就是C City Mode E是省電模式 最慢的 另外還有一個A A是助力推行 為你推車用的 另外還有一個R波 在右邊 我手指弓這個位置 按緊它 它會轉個R的 扭油 這樣它就會退後 因為我們這輛車 會有一個座位感應 所以無論你用F C 哪一個模式都好 都要坐在車上 坐在車上 按一個紅色的按鈕 按一下 你會見到在左上角 有一個綠色的Ready字眼 那你就可以走得了 在螢幕上面 有一個綠色Ready字眼 才可以走得 如果它沒有的話 又或者它顯示 你還沒坐上去 車不會給你反應 OK 除了一個助力推行 助力推行 即使你不坐上車 它都依然可以給你反應 這輛車 它可以一路開一路轉 我會建議你 你新手第一次開這輛車 先用E氣部線 E那一刻 你會覺得沒什麼力 但你先習慣了這輛車 然後走順了 可以轉C模式 即是上斜那些 C模式其實已經很夠你用了 F模式的話 你去一些直路 或者要過車的時候 一比會馬上給你反應 這個感覺會來得很快 那我們也有 綠色這個按鈕 雙倍鍵兩下 就會開一個座位底 我們一會兒試的展示車 會有三粒電池在裏面 第一粒電池會放在椅位底 放了下去之後 佔用了半個椅位底空間 第二和第三粒電池 就揭開這裡 這裡有個按鈕 踢起了 聽我啪一聲 然後就會在前面地台位置 放了兩粒電池 電池13kg一塊 兩粒電池放在地台位置 如果你需要拔電出來充電的話 那你就需要先關掉車 然後在電池的接駁線上 拔起它 拔起了這條線 拿第一粒電池出來 拔第二條線 然後將裡面的電池抽出來 就可以拔掉電池出來充電 當你充電的話 除了要拔電池出來充電之外 我們也有得車身充電 車身充電直接在椅位底 前面這裡 揭起這個蓋 直接可以充電 本身E300P會跟快速充電 快速充電 20A充電器 大概一個半小時充電 如果整架車三粒電池充電的話 四個半小時左右就充電了 這架車也有個死火燈 在我手指、食指這裡 你可以看一看 這個位置按一下 是會有死火燈的 再按多一下 就關掉的 是的 我們這架車也有個水平的燈 你會看到前面 這個光線 無論你怎樣去左右搖擺也好 燈也是集中一個點 因為它在水平線上 那一會兒我會經過 一會兒我會經過 一會兒試300P的客人 就會跟我在驗馬道出發 然後大家穿上了反光衣 跟我出去 不可以爬頭 不可以超過我 如果中途有燈位脫掉的話 我會在前面安全位置等你們 千萬不要衝動去追我 OK 那我會走直路的時候 會快一點點 待會想加多你三個斜路 你都可以轉過一個武士車 那它這個車呢 有個指揮燈 指揮燈呢 就是這樣 按這裡 開啟燈的了 你會聽到嘟嘟聲 你要關的話 按中間一下 左邊 另外 嘟嘟 對了 OK 車停下來就不會自己關 就是要關才四個 如果停下來的話 你要下質架 下質架 它才會自己關車的 還有呢 按色它都可以的 長按綠色鍵 就下色的了 還有呢它會有一個功能 我要告訴你 當你們停定了的車 拉十兩邊 等一會兒 它會出一個H字眼的 H字 這個呢 是個波動駐車 就是說呢 當你停車等燈位 無論上車或者下車都好 它不會留後的 然後你一扭油 它自己會解除的 這個就方便你們在暗斜停車 你們不用觸實唐帶 可以放開雙手 對 電量顯示 這裡 如果你三顆電 就會有三個數字 顯示三顆電的電量 兩顆就是兩個 另外這裡呢 這個輪子按下去 按下去呢 會見到車子有資訊 這些你們可以一會兒研究一下 按R 不用出回來 導航 導航呢 導航呢 就要用回Apps的導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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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AirPay一樣 差不多 嗯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導航 它告訴你 沒有地圖 是的 我賺過月了 可以 不可以 可以瞄掉它 沒有 可以看地圖 也不是正常 那類 如果有細節的話 還要看它的記碼 是的 沒有戴頭盔 沒有一次的 都可以的 沒有我自己的 我自己 不是 我自己 那個 JUST 我聽到一下 是的 自己音樂 我們轉歌 其實你聽歌的時候 用藍物在聽的話 都可以在那裏撥歌 都可以轉歌 或者 叫它停 或者繼續play 都可以的 好 最後一個 消息前述設置 消息前述設置 就是你之前有些什麼error code 有些出來 它會在那裏繼續顯示出來 除非有清晰 是的 那這裏還可以教其他基本setting 駐車感應 駐車感應 即是你停車 只要拿著駕駛三秒 那它便會停車了 駕駛了 駕駛了 不會留前 不會留下 前後也不會留 因為外面有些就只是不會留下 這個人連留前也不會 是的 那要解除的話 一日就按回Q 按鈕 是的 要是你只要給油 它就可以解除 是的 是那邊而已 這邊不是的 2秒也可以 3秒 是的 是 是 是 如果給油 是 是的 OK 作為Sensor 自動關機 3秒 落側架 會自動關機 這個可以設定 1落側架 我設定2秒也可以 1落側架 1落側架 有些事情很深刻 1落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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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長可以10秒 2落側架 6秒可以 1落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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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落側架 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讓你慢車或塞車時慢慢走 如果能力量沒有那麼大 你便會輸入開車 C Mode 環境模式 環境模式即是平常駕駛 這個平常模式可以上升到130多 如果E Mode 大約110左右 F Mode 激烈模式 這個扭力會更加大 其實是起圍的那一刻 或者突然間要加速那一刻 看一看這裡有個公仔 你摸到下去的 要拍正這個位置 等一會兒它才會開車的 這輛車因為它的防度 這個按鈕會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跟實體按鈕有凹凸感覺 這些就沒有 所以你初初駕駛你會不習慣的 最主要我先上車 不好意思 上車 踢上即架 一踢上即架 剛才的N字會轉D字 D字 走得 模式 最大這個按鈕 可以Eco 最慢 Normal 中間 Sport Mode 你可以一路開一路轉 這個是Touch Money 你可以看不同模式 你喜歡看這個的話 Sport Mode 在這裏看 如果你看這個白色 Sport Mode 在這裏看 這些可以調校的 譬如你想要TCS開 或者Seed Sensor 開 或者回收能力高中低 都有的 你們看這裏看得到 速度 在用KW 用了多少 多少厘數 簡單操作 這個是頭壁力 尾壁力 這裡有個R 按鈕 按緊 按緊了 它會否看到有個死火燈 R 字 一扭 就是退後的 你記得 如果要關鍵的話 按多一下 按多一下 它變成D 它才是直去的 你一開始 就不會用Sport Mode 太厲害了 這個模式 你用Eco 慢慢試了 而且你會發現 待會拍車的時候 它會阻礙你 不讓你退後 現在好像這樣 要怎樣做呢 下了質架 它會轉空波 空波你怎樣退後都可以 如果繼續是D波 它會阻礙你 下了側架 退後 對 下了側架 又或者你輕輕拉著一點 駕駛 因為其實它 它有一個自動波的模式 就像你開車一樣 如果你D波 就一定是去的 就不能退後 除非你轉了空波 這樣 就嗶嗶在這裡 左右指揮燈 左右指揮燈會比較有趣 你按一下 它會替你響三下 按一下 它會穿三下 如果你長按 它才會長著 如果你關掉它 按一下 因為它以防你忘記了 按關掉它 死火燈這裡 高低燈 你看到對面的燈 高燈 低燈 關車的這個位置 扭 這樣就關車了 這麼多的 acks 時光 好像是不相同的 是 消化 就是 不小心 有 有 頭 火燈 絕 火燈 是